去顾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总体来看今天指数走出的是一个单边下跌的行情 为什么下跌呢 其实也是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是外盘下跌影响的 确实我们看到欧美股市这段时间一直持续下跌 包括美股的纳斯达克指数 昨天晚上又是大跌 也有的人说是因为短期公募基金遇到一些丑闻 大家申购公募基金的欲望不强 其实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整个公募基金去年无论是医药 包括消费类的基金大部分都是亏损的 一旦出现亏损之后 大家申购的欲望相对来说也会减小 这也是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机构扎堆的公司 虽然有一些活跃 但整体来说走的有些弱 没有增量资金 还有的人说是因为年底的时候资金面比较紧张 有一部分大资金做空股指期货的影响 这两天我们看的就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看到以小盘股为代表的中正期货 这段时间持续下跌 包括这两天也是交割日 整体来说今天周五交割了之后 希望下周之后空方的力量能够有所减弱 因为这个对于A股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其实这一周以来指数基本上走了一个冲高回落 特别是最后两天周四周五的时候 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大部分个股的跌幅比较大 我呢也有一种感觉 就是上了贼船的感觉 好好的看空不好吗 非要进去抗一把 当然了 现在这已经是后话 人不可能回到前面 我们其实都是这样 那么既然遇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就应该就学会去面对它 指数现在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 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我认为现在指数的下跌是非理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明显看出今天点市的成交量只有9800亿 成交量非常少 但是跌的多不多 非常多 属于一个缩量下跌 那么整个市场当中进入了一种多杀多的局面 看空的基本上早就卖过了 早就空仓了 对不对 那剩下的就是看多的 为什么看多了 反而市场回落呢 就是因为在下跌过程当中 大家都恐慌了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的打压 对于指数的回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后面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股指期货的走向 另外呢 我们看北上资金 虽然大家没有信心了 但是北上资金对A股依然非常有信心 北上资金呢 今天净流入87亿 相比于昨天的话 两天总共净流入200亿啊 大家不要质疑是不是真的北上资金啊 整个借到的资金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那么整体来看 就像我昨天说的一样 虽然外资一直看空我们的经济 但是实际非常诚实 在A股连续大跌之后 真正买入持有A股最多的还是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这一次能不能抄底成功 我认为他是看长线的 虽然短期A股跌了这么多 但是中长线来说的话 现在只是流动性的风险 而我们看到主力资金短期大幅做空之后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高抬贵手 因为这种的话 已经不能完全依赖于技术面了 技术面早就该止跌了 对不对 但是实际呢 我们看到情绪面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指数需要快速的进行修复 然后建立信心 干了 到春节还有五天的时间 下周留给主力的时间不多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今天的走势啊 今天走势的话 基本上走出一个下跌之后的弱反弹行情 持续下跌反弹反压 这个位置其实下午有机会拉起来的 当时我看到上阵的期货快速拉升 但是呢 中正的期货一直是在软绵绵的打压 最终呢 我们看到没有能够成功啊 上升 尤其到尾盘的时候 还出现了情绪面的超跌 那么这个超跌了之后啊 实际就形成了二次回踩 因为分时图级别 它已经完成了一个震荡结构啊 快速回落 然后反弹 再回踩 那么回踩好了之后 我们看周末能不能有个利好吧 最好能有一些实打实的利好 超预期的利好 有一些利好 大家看到降息了 对不对 大家感觉啊 总体来说是一个利好 但是反而指数大跌 就是因为这些消息的话 是在预期内的 所以我希望有超预期的利好 能让大家看到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情绪啊 市场情绪今天相对比较弱 上涨的1000多加 下跌的3000多加 基本上呢 比昨天稍微好一点 主要是由于昨天跌的比较多了 今天呢 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 短期没有快速打压 然后我们看一下指数日线级别的形态啊 日线级别呢 单纯看指数的话 今天啊 创新第一啊 来到了前期的低点位置附近啊 当然收盘稍微拉上去一点 形成了一个二次回踩 大家实际看这个日线级别啊 一次回踩 反弹二次回踩 完成了一个二次回踩 现在下周一下周二的走势至关重要 能不能止跌 主要取决于周一周二 哪怕周一周二不涨 在这位置红柱的话 慢慢都有机会修复上来 然后形成一个W型的底部 因为现在基本上进入了一种跌无可跌的境地 如果说不是机会打压 指数跌了 有人会被动卖出 甚至有一部分人被动的去做梯啊 比如说早盘的时候一开盘就卖掉 尾盘收盘接回来 这两天呢 这样的资金比较多 我希望A股不是这种炒作风格 可以有人做短线 也可以有人做中线 更可以有人做长线 如果大家都是短线课的话 A股怎么办 非常难搞 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板块方面的情况 板块方面的话 基本上啊 今天涨幅区前的第一名是旅游啊 消息面利好刺激 煤炭的话是因为短期煤炭价格走势比较强劲 酿酒的话 它偏防御 包括有色 这两天的话 我们看到有色品种 基本上走的都比较强啊 那么这一块会不会诞生周期类行业的二次行情呢 这非常关键 如果是真的周期股的话 有二次行情的话 多少还是可以把握一点的 另外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以消费为代表的食品饮料等等啊 这些稍微要好一点 仅仅是稍微好一点 那么我们看导致今天继续出现下跌的是哪一些板块呢 首先第一是航空啊 航空这段时间跌的老惨了 另外呢 我们看到医疗保健啊 医药的话 今天走的都比较弱啊 直接呢 把这个创业板啊 砸下来了 另外呢 农业农业今天也是下跌 包括石油啊 石油今天对于大盘下跌呢 也贡献不少 大家也知道 整个石油板块的体量也比较大 除此之外 工程机械包括半导体等等 走的都比较弱 这些呢 现在我认为啊 他们其实估值总体不高 大家注意 如果说你拿外盘跟A股做一下比较的话 A股的很多公司啊 估值都是偏低的 包括你看 今天这些下跌的公司 有的甚至 适应率都非常低了 还是这样的一个无序打压 我认为 急待于解决的问题是 大家对于看待市场 你到底是中线思维还是短线思维 短线思维呢 就是说你可能 比如说前两天大跌了 你抄个底 抄底进来了之后呢 砸来了 砸来了之后 你可能就要割入啊 进入了一种无序的阶段 有资金进来 但是资金呢 留不住 这就比较麻烦 这样A股来说的话 我认为冷静期非常重要 包括大家都要冷静下来 好 我们今天大盘迷到这里 祝点赞者天天涨顶板 发生了一遍 好